在今次G7會議中 他們請了一些嘉賓 其中一個是澳洲總理莫里森 他今次期望本來可以 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可以舉辦一個單對單的會面 結果事與願違 現在他在會面之中出現了英國首相 沒有辦法跟拜登單獨說話 因此他被人笑 這裡有一些網友製作出來的笑話 第一個就是拜登和法國總統 兩個很好笑 然後說什麼就說 你聽不聽到莫里森說飛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網友寫一句就說 莫里森今次在外交方面 好像要用學行車那樣 他最初跟前任的特朗普走一堆 加上又不願意表示 什麼時候可以達到零排攤 因此就被拜登冷落 這個人沒有判斷能力 這個網友可以製圖 這幅圖就說 有些領袖們和其他人的聖書 還有其他人更重要 通常是指夫人 但是莫里森 其他人的聖書是一個記者 一個拍照 因為我們經常說 他很喜歡拍一些照片 來拍一些照片 這裏又是另一幅 有人做到的就說 在G7的官方晚宴上 莫里森自己一個人坐在另一邊 被別人留下來不理他 這不是真的 這是網友的傑作 另外一個傑作 大家知道本來這個場面出現 就是德國總理 針對美國當時的特朗普 現在有人換了莫里森 場景一樣 不過換了個人 他們要處理的人不同 因為我們這個莫里森 對於氣候的環境 他是一個破壞者 應該說他完全不相信氣候改變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拍照 然後我們總理在前面 阻礙了 拜登總統說 這是誰 Boris 英國首相說 這個是我們前殖民地的陽白眼 然後就說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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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這幅圖就是代表莫里森 對今次G7會議的最重要貢獻 讓對於事實情 對於jas Martin白眼 imo節很箱 一起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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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軟 想過去不能穿短褲 當然了,G7拍照,他在哪裏呢? 應該他沒有份吧? 不過不是,大家看看 他原來在這裏 在三人會議之中,很尷尬 在拜登的角度,這兩個是甚麼人 另外就是Boris 英國首席說,我為何要在這裏? 另外那個人說,我吃了一塊東西 口沒話說,不能說出來 接著就是拜登跟Boris說 你不是說阻止了他的飛機過落嗎? Boris就說,不要拍,讓我先趕走這傢伙走 接著是拜登跟Boris在聊天的時候 拜登和阿錦在馬魚 喂,那個人還未走,還在呢? 在一個光學場上去 莫里森想跟新加坡總理握手 我打算不斷對著他笑,不用跟他握手 莫里森說,他懂不懂聽嗎? 這是另一張,就是那些 七人的照片,加了他 最後這張也是製作的 這個場合不知道在哪裏 大家看到我們的總理在中間心 裡面寫著Jenny,即是他太太 They are not shaking my hand again 他們不和我握手,又不和我握手 他們又不和我握手 在打個text給他太太 這些都是笑話來的,不要當真 謝謝大家